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晋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 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上次说到鸾银造反 失败了被灭族 和他联合行动的齐桩公不知死活 招惹了晋国 结果晋国灭掉鸾家之后 腾出手来就组织了联合国军队来扫荡齐国 齐国可是被联合国军队狠狠地贬过一次的 齐桩公这下冷汗都下来了 这个时候他真后悔当初没有去朝见楚王了 如果能把楚王团结在自己的身边 那还怕他什么联合国军队啊 不过显然这个时候再赶去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齐桩公一面布置防御 一面赶紧派大副陈无语 跟楚国的使者围起墙去楚国 请求楚国出兵救援 齐桩公和整个齐国都非常紧张 但是那句话还是那么说的 命该他不绝啊 注定他可以逃过去的 怎么说呢 联合国军那边是顺利集结了 可就是在准备出发前的一天 老天爷突降暴雨 这一场暴雨覆盖了中原北部地区 整个北部地区洪水泛滥 联合国军里别说是战车了 人走路都费劲呢 没办法 范盖只有恨恨地说 算了算了 让他们再苟活多一年 于是下令解散 各自回国参加抢险救灾去了 于是联合国军各自回国 齐国一转眼又安全了 再说陈无语那边 跟着围起墙 到了楚国拜见楚康王 楚康王原本吧 是有些不高兴呢 因为齐桩公说要来朝见自己 结果又不来了 不过围起墙在齐国过得很爽啊 陪他的正是陈无语 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拿人家的 还玩人家的 那当然 嘴要软一点了 替别人说好话呀 于是乎围起墙就把齐国吹得是个天花乱坠啊 又说了很多齐桩王的好话 并且替齐桩王解释 好说歹说 总算是把楚康王给说高兴了 楚康王于是说 那行啊 那就这样吧 我们远到北上支援齐国呢 也不大可行 我们还是老办法 储君攻击正国 逼晋国人来救 另一面就可以为齐国解围了 楚康王还是老思路 避免和强势的晋国直接对抗 不过这个时候 楚国人不知道的是 联合国军队其实早解散了 于是 楚国军队出发了 进攻郑国 郑国军队呢 参加了联合国军队 还没回到家呢 听到消息 急忙联络进军 于是 晋国人紧急南下 支援郑国 这一下倒把楚国人 搞个措手不及了 原来以为 晋国人现在正在齐国战场 等晋国人来的时候 楚军就可以从容撤走了 而如今 楚军刚刚抵达郑国首都 晋国人就杀到了 如果楚国人就这么撤军 那不是他也没面子了 于是 楚国人硬着头皮 扎下大营了 说老实话 晋国人也不愿意和楚国人交手的 因此 进入正国之后 就放慢了前进的速度 希望楚国人 只去一点主动撤 可是 再这么磨蹭下去 又显得自己心虚胆怯啊 范盖就想了一个主意 他决定 派两个人去 楚军大营挑战 这也算是主动出击啊 让声音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范盖派了两个勇士 张格和福利前往 不过提出要由一个正国人来驾车 理由是正国人比较熟悉地形 于是正国人派了一个叫 晚射犬的人去了 这名字起的也够呛 射犬射犬 换成现代话来说 就是打狗的呀 于是 这三个人就出发了 乘了两辆车 一辆是普通战车 一辆是装甲战车 哎 您可能说 谢涛是忽悠了 那时候有什么装甲战车啊 这您就错了 那个时候还真有装甲战车 这种装甲战车 当时叫广车 宽广的广 顾名思义就比较宽呢 而且后面两个位置是有屏蔽的 两个人都可以射箭 这种车防护性能非常好 主要用来冲锋 所以说它是装甲车 一点不假 眼看远远能够看到楚盈了 三个人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扎了个帐篷 准备吃饱喝足再去挑战 两个禁国人 根本没把正国人放在眼里 两个人在帐篷里休息 却让婉舍犬在帐篷外面喝西北风 等两个禁国人吃饱喝足之后 才让这正国人吃 婉舍犬那也是郑国公族啊 平时也是吃香的喝辣的 地位不低啊 谁知道如今受这样的委屈啊 婉舍犬就暗暗发誓 该死的禁国人 今天要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于是社保喝足了 三人上路准备冲锋 婉舍犬在前面驾着广车 禁国人在后面驾自己的战车 逼近储君大赢的时候 两个禁国人才跳上广车 然后躲在后面弹琴 正国人婉舍犬一看 好家伙 这俩禁国人什么时候了 还玩疯度啊 好你的 让你牛 让你马上就牛不起来 婉舍犬一边下去 四马奔腾 这辆战车 直接就冲进了储君大营了 后面那俩禁国哥们还弹琴呢 突然发现 咦 这好像已经冲进敌人大营了 赶紧 带盔穿甲 跳下车去 趁着储国人慌乱 一通狂杀 还活捉了两个储国士兵 捆好了 夹在椰下 储国人措手不及啊 等回过神来 整装杀来的时候 婉舍犬一看 呦 形势不妙 也没等那俩禁国人回来 也没打招呼 驾车就跑啊 那俩家伙也挺醒目的 看着不对 紧跑两步 追上车跳了上来 然后用剑射追兵 好不容易脱离了危险的区域 这哥俩又在后面开始弹琴了 边弹 晋国人还边问呢 嘿兄弟 咱们在同一辆战车上 那就是兄弟了 怎么进进出出都不招呼我们一声啊 你别说 到这个时候 这个郑国人 晚舍犬 倒有点真的佩服他们了 看起来 晋国人是厉害 于是他就说了 这开始呢 是一门心思想冲进去 后来呢 是想快点掏出来 所以啊 都没顾上招呼你们了 你看 啊兄弟 我们就是急性子 想不到你比我们还要急啊 嗯 好兄弟 回去咱们好好搓一顿啊 晋国人 晋国人一听 高兴了 晋国人啊 有时候高傲的让人讨厌 有时候呢 又痛快的让人喜欢 不管怎么说 经过这一番骚扰 楚国人 先撤军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像这样 渺小的自己 要能期待什么 在前方 不变的黑暗里 会有些什么 你站在眼里 睁着眼睛这么小 想着未知的明天 会是怎样 我可以吗 如此更幸福吗 真的会快乐吗 一切会好吗 太多勿命的想法 没有人解答 如果幸福了 看起来像一道胃光 如此微弱 能否把所有的黑暗 叫我 不要很好 不要感到豪华 我会在你身旁 陪着你透过这黑夜 守护着到幸福的围观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有资格幸福吗 真的会快乐吗 一切会好吗 太多莫名的想法 没有人解答 如果幸福了 看起来像一道胃光 如此微弱 能否把所有的黑暗 照亮 不要害怕 不要感到困惑 我会在你身旁 陪着你走过这黑夜 守护着到幸福的围观 尽管多久的时间 不放弃希望 手牵手 直到一起看见 多少的太阳 如果幸福啊 看起来像一道微光 如此微弱 如此微弱啊 能否把所有的黑暗 照亮 不要害怕 不要感到困惑 我会在你身旁 陪着你走向那道光 你要相信幸福啊 是你到无灭的围观 如此尽管 如此尽管 他会把所有的黑暗 照亮 不要害怕 不要感到困惑 我会在你身旁 陪着你走过这黑夜 守护着到幸福的围观 惊愿 对到困惑 陪着你 Thank you 沈谢谢 对ỡ 对呗 Notre Dame 我们 jusqutthree